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回答一下網友的QA時間 來整理一下大家比較常見的問題 然後來回答給大家 那今天這個問題呢 有兩個很接近 但是我把它歸類在同一項裡面 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呢 他問說 距離他的目標賽事還有一陣子 但是想試試看一個完整的週期訓練 該怎麼樣去做設定的安排 第二個問題呢 他是在問說 如果他的比賽目標是4.8公里 就接近5公里 那他的間歇的這個訓練目標 到底要設定多長的距離來做一個訓練的事件 那這兩個問題呢 都比較有關於在訓練上的一些規劃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統整給大家 那第一個問題大家剛剛問到 他想開始完整的週期訓練 但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在前期該怎麼做準備 那我們一個訓練完整的週期呢 大約會維持至少是8到12週 甚至有的更長 讓人看你的目標賽事來做調整 那舉例來講 他現在的目標賽事可能有半程馬上的距離 那前面該怎麼做訓練呢 建議大家在前面4到6週的時間 先以有氧耐力為主 因為當你有氧耐力打底打得夠穩健之後 在接下來的訓練週期 你的穩定的有氧耐力 才可以支撐你在跑間歇這樣的訓練強度 OK 那剛剛講到間歇訓練強度 所以在第二個第三週期 一開始就會加入間歇訓練的刺激 來讓你的最大伸展量可以提升 有氧耐力只是要讓你的跑間歇的時候 有足夠的體能可以支撐間歇 主要讓最大伸展量能進步的關鍵 還是要靠跑間歇才可以進步喔 當然有些是例外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他完全沒有運動 他剛開始跑一些有氧耐力的訓練 就可以對他有非常好的刺激 有可以得到很好的進步效果 那如果你是已經訓練到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進步的 建議你可以在有氧耐力訓練之後 加入一些間歇訓練的刺激來做調整 那剛剛第二個問題啊 他問到在間歇訓練的這些刺激當中 該怎麼樣來定義你的每一次的訓練長度 那通常我們如果像他舉例的 他的目標賽是接近5公里來說 我們的間歇刺激大概會分兩種 第一個是比較短距離的速度型的刺激 可能是400公尺可能是800公尺 那這部分的課表我們就會距離短 休息時間也相對較短 那主要是刺激他的速度 可以在這些訓練當中 維持在一個高強度的情況下 還可以維持這個肌肉耐乳酸的能力 對他的運動表現會比較好 那第二種刺激呢 就會把距離拉長 可能會有一公里 1.2公里 1.6公里 甚至有兩公里的距離 那這樣的長距離間歇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刺激他的最大散量可以提升 但相對來講 速度就不會像剛剛的400、800這麼快速 所以主要還是看你的訓練週期安排 現在已經走到了第幾週 那接近比賽還有多遠 來設定你的每次訓練強度要幾圈 甚至是多少距離 來幫助你刺激你的最大散量可以提升 OK 總而言之呢 就是你要有一個完整週期化訓練 除了剛剛講到要有有氧耐力 要有間歇之外 一週當中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 建議大家在一週當中 可以三到四次的有氧耐力為基礎 那可以加入一到兩次的間歇刺激 甚至可以有一天來當作激勵訓練的日期 那如果你這樣的訓練刺激非常習慣之後 你甚至可以在一週加入兩到三次的核心 或是基地刺激 當然它是跟有氧耐力訓練 或是間歇訓練是並行的 不會說你今天有跑步就不練基地 但這個前提是 你已經可以接受這樣的刺激的情況下 好啦 那以上今天就是跟大家簡單分享 回答大家常見的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安排週期 不知道課表該怎麼規劃的話 或許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喔 我是你的教授梁哲瑞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